2月5号 北京冬奥会短道塑华混合团体接力决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由屈春雨 范可新 张雨婷 武大静 任紫薇组成的中国队 以2分37秒348的成绩夺得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的北京冬奥会首金 你知道吗 在比赛中啊 完成关键超越的女子选手屈春雨 家就住在大连市金浦新区 是大连女孩 比赛当晚 屈春雨全家守候在电视机前 见证了夺金的燃情时刻 他们得到第一的时候 大家非常高兴 都站起来 又蹦又跳的 呼喊声一片 邻居都吵到了 那一刻的心里 那个感动说不来是 真说不好那个心情 就是特别激动 他站在邻居台上 为他们骄傲 为他们激动 这也是我姑娘第一次拿刀会堂的奖牌 屈春雨出生于黑龙江省北安市 今年26岁 屈春雨的妈妈于书彦告诉记者 屈春雨从小就爱跑爱跳 身体素质比同龄女孩都好 2003年 屈春雨进入黑河式体校 开始接受专业速滑训练 随后进入了黑龙江省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队 并先后在全国短道速滑联赛 世锦赛 世界杯等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009年 屈春雨全家从黑龙江搬到了大连市的金浦新区 之后在这里落户 屈春雨每年只有冬季封闭训练结束后才能回家待上几天 每次回家 屈春雨都会给父母带回几块新获得的奖牌 于书彦把他们都挂在了墙上 我没啥事就都给他挂在墙上 我想我女儿了 我就过着午看看奖牌 我希望我女儿这次奥运会回来再给这边墙上多挣几块奖牌 冬奥会期间 屈春雨还将参加其他项目的角逐 家人们将一如既往地守候在电视机前 春雨 春雨 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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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